为了让选手们更加方便快捷地领取到物资 本届马拉松启用了3600平的物资领取点 而本届马拉松赛的第一道安检也就从这里正式开始 想要进入马拉松赛物资领取点 首先要刷身份证进行人脸识别 如果选手报名库里没有你的资料 那么将无法进入 上午市民珠先生就赶来领取物资 人脸识别后 他要先根据参赛物资领取单上标明的领取窗口 领取号码布 然后再按照自己相对应的服装号码领取参赛服装 最后再去扫描芯片 虽说程序变多了 但相比较以往 多项物资在同一个窗口领取 工作人员要不断寻找的情况 现在这种方式反而变得更快捷也更安全 挺顺畅的 因为第一天可能人不太很多 基本上不用排队 一到就办好了 安检这块它是刷身份证进来的 那个应该是比较没有什么漏洞吧 这个带领不了了 我觉得今年的比去年的比前几次的比较方便一点 因为它先领布然后再过来领衣服嘛 然后这样比较不会乱更安全 对比较防止那个替跑的选手吧 另外今年的参赛服装也不同于以往的短袖款式 改为更适合运动的背心 并根据选手的不同组别进行了颜色的区分 常规参赛选手为白色 永久号码的参赛选手为蓝色 公益跑和中签亲友挂奖牌服务的跑者 服装都为橙色 此外还贴心准备了赛前饮食推荐和赛后恢复指南 以及赛事官方手册 针对当天可能会出现的下雨天气 组委会方面还准备了雨衣 据介绍从今天开始 在每天的马拉松博览会展会时间段 选手们都可以前往会展中心C2厅领取物资 比赛前一天也就是1月6号 领取物资的时间将延长至晚上11点 记者王玉坤杨人杰报道